也是胆子很大 来看到是亚洲通缉犯陈永志 陈永志之前在KTV 在夜店杀人之后 他会主动的发简讯跟媒体讲说 我杀了人 赶快来报导 而且据说当时在广山搜狗枪击案当中 是他开枪 而且杀到了这个孕妇 导致他变成植物人 不过这个案子到后来没有证据 根本也没办法判他的罪 其实大家台湾民众要知道 陈永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现在年轻一辈的人 可能大家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目前他在台湾治安史上 在台湾黑道史上 他绝对是一号人物 而且是有够大条 而且他创下多项记录 我所谓创下多项记录就是说 他使用的武器种类最多 射击的弹数最多 就是说他开枪射击的弹数最多 疯狂扫射 抢夺的赌场最多 绑架的商人最多 然后还有恐吓的明代最多 所以说其实他创下台湾很多 几乎目前所有犯罪者 没有办法一个打破的一个记录 所以你就知道他犯下那么多案 就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个性 其实陈永志他一开始 在民国86年以前 他是个默默无名的小咖 但那时候他跟着谁 那时候他跟着台中是一个 我们讲说算是黑道仲裁者 就是我们叫玛莎大哥 玛莎大的他的身边 他是他一个小弟 好 其实你跟着这个大哥走 通常如果大哥提拔你 而且你自己的大哥是全台湾 讲话话罪的人物 你只要好好跟着他 你绝对有发展 但是陈永志并不是这个 并不是这样 他是逞胸好斗 所以就有一次 大概86年的时候 他跟朋友去金钱报酒店喝酒 好 喝完酒之后 他觉得我是大哥的身边的人 我凭什么要付账 对不对 哪有这种事情 当然那个年代可能发生 所以店家不准说 你不准收账 你不准收账 然后他二话不说 枪拿起来就少了 对 一次就少了50几枪 就当场就把一个 里面一个酒店小姐打死 好 这个时候他就正式 走上他的不归路 而且是很孤独的一条不归路 这时候大哥 都不要跟他牵扯上关系 之后他就开始 跑到南部去躲起來 结果他到了台南之后 不甘寂寞 因为他真的满喜欢跑夜店 尤其是酒店 所以他就找了几个 台南当地的好朋友 去路易十三 有一家叫路易十三酒店喝酒 爱婚美的 对 爱婚美的 好啦 去路易十三喝酒 喝喝也没事 但他也可以跟林桌的人吵架 林桌他一打 一个人跟四个人吵架 这么冲动 他一对是谁会赢 当然是陈永志一旦 因为为什么 他超起 他有金武 对 超起他的冲锋枪 跟90手架 又掃射 当场就是挂掉两个 然后另外两个重伤 好 这个时候 警方就注意到他 两岸子了 警方就非常注意到 这个陈永志开始大危了 好 结果他在短短时间内 你看他犯下台南枪击案之后 不到两个月 台中普罗酒店 又发生一个重大枪击案 这次就不是开一枪两枪 可以解决的 因为不知何故 大概也是他跟酒店之间有人 利益纠纷 他伙同了他的另外四个同伙 带了三支长步枪 包括AK47 包括我们每次的突击步枪 还有包括90手枪 一到店门口之后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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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一扫 对 就是将近200发 对 把整个酒店都打烂了 当场也打死了一个女经理 好 那好啦 警方笑不到他吗 你想 都抓不过 他犯了那么多案 全台湾警方几乎都在锁他 这样死了四个了吧 对不对 但是他很厉害 他真的是 在台湾你还找不到他的踪跡 好 结果好死不死 台中市行大还有跟刑事局 那时候在台中市的石崎重劃区那边 街上有线报他在附近 然后出动100多个人去围捕 陈永志 我不怕你开玩笑 我火力比你们警方强大 他还背着他的 还有包括那个物资冲锋枪 还有包括长枪等等 步枪等等 当街跟警方开杆 一下又是60几发 就他又赢了 真的 警方开了17枪而已 他开了60几枪 然后人又跑走 但是他有个同伙 当场被打死了 好 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说 陈永志你到底要开多少枪 你到底要犯下多少案子 好 这一段期间他开始沉疾 因为警方都已经布下天楼地王 就是要弄他 他开始沉疾 这会比捷 这个时候他要存钱了 存钱干嘛 买军火 所以他开始对所有道上的 所谓的八大特种行业 发出所谓的缴保护费命令 所以包括那时候台中 彰化 云林 所有地方电动玩具店 中部为主 对 你全部要缴保护费 如果你不缴的话 开玩笑 我就是会动手 对你疯狂掌射 所以那时候陈永志 造成了一个移民潮 还有人口消失潮 移民潮什么意思 也就是那些所有店的业者 全部都消失了 一夕之间全部都消失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过苗为要紧 对 非常非常多的业者都消失了 另外一个 好 他犯下这件案子之后 他要的只是钱 这时候他不要的是人命 他要的真的只是钱 好啦 更有趣的在后面 我们这几年来听到 我们常常什么电话恐吓 什么什么恐吓 算什么 台湾第一期的送芭蕾恐吓 就是陈永志犯下 就是送美智手榴弹 那时候他就送给一个立法委员 一个立法委员 因为立法委员跟他利益 有所冲突 一个林姓立委 那好 他当天早上 他送了美智手榴弹 送到立委服务出去 然后就呛说 你这个是送给你 自己保护 自己用的 如果你明天没有提款 1亿元的现金出来的话 要1亿 那时候这一颗你就好好的用吧 然后他送完这个芭蕾之后 他跑去哪里 就发生了台湾最有名的 广山搜狗强击案 确定是他吗 一个小时之内 他从彰化到台中去 对 对 因为广山搜狗案 那时候广山集团涉及抄待案 还有一个顺大于股票的 唯一交割事件 那时候金流几十亿 那就听说陈永志受托 因为有人没有拿到钱 对 所以受托去处理 他缺錢 愿意做了 所以他就带了几个兄弟 在广山搜狗外面掃射 一百拖枪下去 结果打伤了两个民众 其中就是一个我们很有名 孕妇庄家会 他到现在你看还是植物人 而且小孩子也死掉了 对 但就是说对一个家庭 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我们就在想警方到底在干嘛 你全台湾警方对付他一个 竟然找不到 好 他犯下这个案子之后 他就往大陆跑去了 好 往大陆跑 你以为他就躲起来了吗 他躲在深郡跟上海 可是那时候我们台湾跟大陆 并没有两岸形式交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请求公安去抓人 好 这时候陈永志开始隔海犯案 所谓隔海犯案就是他开始投书 他投书到哪里 第一间就投书到中国时报 对 投书到中国时报 投书什么内容 他投书的内容就是说 我因为听说有些人 要对他的好兄弟 有另外一个枪击要犯 叫皇春不立 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开始 讨债 而且他点名了五个地方议员 民意代表 还有很多的沙石业者 还有包括很多的特种行业业者 还有台中的赛歌业者 全部通通恐吓 他就说我要回来一个一个 把你们处理掉 而且他还列了名单之后 好 马上 我刚刚前面提到 马上又造成另外一波 移民草跟消失草 人都不见了 但是他人不见 他并不就此罢休 他说他到你家去开枪 对 那时候最有名的一件事 就是他到前云林县长 廖淺玉的弟弟家 前云林县县县弟弟 那也很大卡 对 廖维甫他家 那廖维甫也在中部是 你走路很有風的 对 化水也是会够重的 他竟然跑到他们家 一噼里啪啦就开始扫射 又把他杀了吗 没有 并没有 他只是把他扫射 扫射一般 那时候道上的兄弟就觉得 你这个人做事实在是很夸张 对 连算是我们同兄弟的 同路中人你都可以这样子搞 所以说其实道上的兄弟开始 慢慢跟他划清界限 好 这个时候 陈永志开始拉着一些 我们讲余孽 其他帮派那些比较不受重视 但是可能很凶狠的人在一起 然后就开始组成一个集团 好 下一件他就犯了什么案子 另外一件案子 他就是直接打电话 给彰化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徐卫月 他就说主任听说你很厉害 对 你还敢扮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都被你抓走 然后看你是要吃哪一种子弹 但是主任还跟他讲 你不要那么冲动 反正你做错事 我们检察官就是要扮你 他说好 那我们就来拚算了 然后挂掉 挂掉之后 他就去跟他的这些党羽 就开始很少从台湾中部 到台湾北部 包括所有的有钱人士 还有包括富商 他能绑的绑 他能开枪的能开枪 所以一路犯了那么多的案 后面警方始终多次围捕 都没有他的下落 好 最后终于有一天发现 要抓到了吗 他仍在大陆了 对 已经在大陆待了一段时间 在深圳 好 那时候我们前警政司长 王卓军亲自走了一趟大陆 跟大陆公安部部长达成协议 说你帮我们抓这个要犯 拜托 这个太重要了 好 中国公安在接获 我方警方请求之后 一天之内把陈永志逮捕归来 这么好抓 他们抓一天我们抓 N年都抓不到 没有 我们一共是从民国86年 抓到了99年 我们很烂灿 对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而且他那时候 两岸来去自如 他一下在台湾 一下在大陆 有人包庇他吧 这个就不知道 反正就是永远都抓不到他的行踪 我们抓了10年 判刑吗 他目前是被判两个死刑 两个无期徒刑 但因为死刑那时候 因为法院文書有一些错误 基本上 他基本上还是会维持死刑 都没有 因为现在已经到最高法院 然后跟回 跟省而已 但基本上我觉得 他那么恶行重大 他这一关应该是逃不了 因为太多人命 背在他的身上 我可以补充一下 那个春宏志的问题在哪边 他主要在于就是说 因为他自己搞他自己的 所谓的大丹兄弟搞他也多之后 后来之后 他本来在深圳的时候 他原来是找公安在保护他的 后来之后 因为王族君过去了之后 他想说这个人不能再 你们不能够再护了 因为他已经来回好几次 那个已经完全是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于55 而且他不是只有在那边 你知道他很懂状况 他在台湾有沒有 就像刚才那个小賴講的 又是抢 又是开枪 他到大陆去的时候 跟龟村子一样 完全规规矩矩 完全是一个那种 感觉起来就是个商人那个样子 因为台湾的警方不够力 也不是这样 就是说他懂大陆公安 对台湾的这种 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的态度 你只要在那边不搞 不搞事的话 他就不会动你 除了我们这边要求 所以他当时的状况的话 他被抓的时候 公安去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 他在睡觉 然后一弄出来 你知道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凭什么抓 我犯什么法 就公安就说没有什么犯法 就是把你弄回去台湾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子被抓回来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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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